好久不见了 终于见到大家了 想死你们了 欢迎娅娅 多年没干这个专场演出了 就像炳哥说的 专场真的是久违了 不过就在上个周末 德云社的大型专场演出 全部都回来了 你说男朋友 手机里有你的私密照片 有没有压力 没有 不是你现在连这种事 你都这么介意 一定得制止 拍的时候给你一片了 你变得对 我们家人一点都不少 怎么呢 把灯一关哪哪都是留下厅 我们家人哪哪都是留下厅 我们家人哪几个张九龄 我们家人哪 不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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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俩想 多开心 俩黑鬼 喂喂 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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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面为大家带来的是 平均 哎呦 我请各位收听最后表演者 看来很多的听者很鸡蛋二狗的表演 就是不是三小分长 是二组专堂 大家好 大家好 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是平均表演 请各位收听 不要 关台 不要 不要 小姐别胡说 啊 有人说换台 不要不要 什么剧 没关于后将如何结束 至少我们曾经想去过 这都是平均 不必分心意 除了孟赫堂 周九良 烧兵曹赫阳以及三小的专场之外 德云社的演员们最近参与了很多大型演出 而郭德纲 于谦 岳云鹏 孙岳等更多德云社大卡司的专场 也将陆续来袭 主任杨和通更透露了即将到来的武艺期间 天津德云社还会进行一个庆祝开业两周年的系列演出 赶紧跟着哥哥我一起来看看吧 首先是4月15日 孟赫堂和周九良抵达广州 开启了他们的专场演出 这次演出 他们俩最大的亮点是上演了新节目《特工学院》 实现了你 wohl训 gusta 演什么呀 怎么演啊 演什么 咱俩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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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俩笑 ? 你俩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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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哥 你看哪有俩俩俩俩俩俩吗 我音这俩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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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俩俯俩俩俩� 읽 老胡锋 Eriong 你先汉奸你 哈哈哈哈 汉奸就汉奸 哈哈哈哈 好 但我浓眉大眼的 哈哈哈哈 啊 我也汉奸 哈哈哈 行 没想到孟和堂浓眉大眼 他也半变了 哈哈哈哈 你没有没法 你这样 我演什么呀 你这样啊 你演那个助手 助手 谁呀 你啊 我演你的助手 特务的助手吗 小崔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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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对 当地的语言 广东的语言叫马杂 马杂 现场看演出的观众说 前五个节目还能保持淑女微笑 等到最后一个节目 特工学院上演的时候 整个控制不住自己 只能以报效回报这二位的演出 文章 十二位 十二位 我笑不死我 嘿嘿嘿 嘿嘿 那个 虾磨什么 这 这垃圾的名字不虾磨在这门 怎么 特工你得去适应这个这个 哦哦哦 特工不能穿大褂 穿大褂这样像算卦子 啊 啊 黑骷髅给咱们总部发了一条视频 什么 给咱们总部发视频 对 视频什么内容 等会我靠着给你看 我让我让你 这是那个屏板的 啊 哈哈哈 现机部分 嘿 嘿 哈哈哈 不要说啥 就凭您也想抓住我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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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哎 哎 哈哈哈 对不起视频有点卡 哈哈哈 咱们现在进去 啊 嗯 哈哈哈 哈哈 哈哈哈 您的爱人想跟你说 这倒没娘了 我是之前问过 哈哈哈 哈哈哈 这是不咱们电话呀 哎 哎 哎 傲气爱他 啊 啊 你不要对付黑骷髅 黑骷髅实在太危险了 哦 我一定要去 要不然会有更多人现实危险 那你一定要答应我 嗯 安全的回来 好的 我答应你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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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 嫂子怎么说 嫂子是吧 哎哎哎哎哎哎 哈哈哈哈 但是他们一定抓住黑骷髅 哈哈哈 嗯 那咱们先 好 嗯嗯 哈哈哈 又谁呀 哈哈哈 我个大哥我说 菜脑衣装的 你给我快递 哈哈哈 我提醒任务 我提醒任务 我回去拿回去拿啊 而这个节目 也是两位演员最新的创作和尝试 一个新编的节目啊 一个新的形式 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欢 喜欢 特别喜欢 前段时间每天说到家里拍呢 就是其实就拍这个节目 这个节目来说呢 跳出了我们的认知 哈哈哈 以前都有演过这类的节目啊 这比较 确实比较新颖的一个 对于我们俩来说 比较新颖的一个节目 啊 挺开心的大家能这么认可 和孟贺堂 周九良一起演出的助演演员有 张赫凡 李思明 张赫文 张金山 以及王善勇和高玉凯 很久没有和这么多观众见面 孟周二位是唱歌 唱戏 快版 合唱全部齐全 卖力的全给观众演了 如果说孟贺堂 周九良在广州的演出 就像老火亮汤一样丰富 那么炳哥和四哥在成都的演出 就像鼠地的辣椒一般 热烈又火爆 希望你们下一个歌曲 能顺小离开金面 今天 当然这只是所有节目都演出完毕 炳哥在反场时的加速演出 在相声节目上 烧饼和曹赫阳也精心准备了 攀笔 口吐莲花 也轻回三个精彩的节目 有传统节目 有现代创作 保持了两位的一贯水准 看孩子怎么会有压力 网上都说了 一个孩子相当于六只哈士提 网上好像有这么说的 我们家不行 我们家呢 12只 你儿子那么厉害呢 我俩儿子 也对 谁签两条网出不计都有压力 烧饼和曹赫阳的助演嘉宾 有李云天 史爱东 刘春山 冯一凯 以及陶阳和你九涛 和孟贺唐 周九良同一天演出的 还有在杭州的三小专场 除了上个周末同时演出的这三个专场 接下来还要更多的专场演出会和观众见面 现在已知的有 郭德纲于谦 岳云鹏孙月 孔云龙张九来 高峰阮云平 张赫伦郎赫颜 张九龄王九龙 上九夕郭肖汉 靖赫兰 朱赫松 孙鹏宝孔九点以及德云三宝的专场演出 这一系列的专场演出 统一都叫做永庆安兰 永庆安兰在过去 用以形容江海平静 是祝福世事太平祥和的用词 不知道这是不是郭班主的创意 既继承传统 又嫁接了新意 专场演出之外 天津德云社还会有一个开业两周年的庆祝演出 杨鹤通近期也透露了 关于这个演出的最新消息 接下来就请关注哥哥我的频道 看更多更精彩的节目吧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杨鹤通